放下是心里放下 四没有关系 四没有障碍 最重要是你的心 心里头就不再挂念了 没有这个念头了 也就是说 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 明文立养的念头没有了 对于五语六成的享受没有了 喜怒哀乐气情的牵挂没有了 贪嗔吃慢衣大幅度的降温了 你往生就有把握 什么时候往生都没障碍 如果这些垃圾东西还有 你就多想想 你往生没有把握 这是愚痴 这是烦恼 稀奇 虽然 极乐世界主张的是待业 待业是只待旧业 不待现信 最后一口气还没断 还有牵挂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 真正有把握 平时就淡薄了 紧急关头 我心里头只有佛号 除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个人决定得神 用什么方法来练习 我有个方法 用了好几年了 有一点效果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每一天晚上上船睡觉 就想着我死了 那还有什么风险呢 一直在练习吗 练习死吗 每天晚上练习一次 所以到真实地就很平常 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什么都不想了 这个方法虽然很笨拙 但是它有效 人到死的时候 你什么能带去 眼前的东西油很好 没有也很好 全部放在心上 就对了 有一桩放在心上 那都是你的麻烦 障碍你 亲近心 障碍你 往生的工作 平常要淡薄 每天睡觉的时候 就练习彻底放下 不再放在心上 真地像中风禅子所说的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阿弥陀佛 一时轮回一身 这个神要厌恶我 不要喜欢他 天天去打扮他 天天那么爱惜他 麻烦可大了 这神明说 证明你舍不得 舍不掉他了 这最大的障碍 能舍才同登基督病 舍不了 那就不行 不再放在心上 别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